板桥西北公园到处出现了席地儿座的小朋友 他们都是来参加写生比赛 画的是公园里的一景一物 有人画绿树如荫的苍翠 有小朋友是画公园里别具特色的 大型Q版章鱼共荣性摸石子溜滑梯 参与活动有同学就说 因为曾经来这里玩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就地重游用彩笔画出新回忆 我来这边画这个章鱼滑梯是因为 我曾经来这边玩过 我对这里印象深刻 所以我就来画这一个章鱼溜滑梯 我喜欢画画 所以来这里参加画画比赛 然后我画的是章鱼 然后这里的特色就是这个八爪章鱼 然后这样子很可爱 这项活动是由新北市树林美术协会所举办的 已经迈入第二届了 特别选择在有特色的休闲景点 因为公园里有大型的沙坑 共荣性摩石子溜滑梯 还有鸟巢式的鞦韆等等设施 也鼓励家长能带着孩子到户外从事休闲活动 公园里面看到很多家长小朋友在一起 洗地而坐写生画画的那个画面 真的非常感人 那我们也希望每年都能够在树林 每一个特别的地方来举办一次写生比赛 让大家更认识树林 西坤这些地区 我们的小朋友现在都滑手机 然后看那一个电视或是电影 那一个对大自然 那一个接触越来越少了 那所以真的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美术协会 今天让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参与今天的写生比赛 也可以让亲子关系在这边很好的显现 不仅如此 它还可以让社会上提升艺术的品质 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 这一次活动共吸引了250多位同学报名参加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陪同加油打气 亲子共享欢乐时光 也同时推广在地艺文气息 提供舞台让孩子有挥洒的空间 培养小小艺文人才呢 学生比赛战 记者刘安静 卢秀娟 新北昌报道